被称为娱乐圈时今晚的小猪罗志祥 为完成妈妈心愿赤字买地盖楼 收容罗妈妈收留的三十几只流浪猫流浪狗 数日罗志祥和妈妈一起出席某爱心活动 七岁就遭家庭吃养的罗妈妈 同样又会一顿艰苦的流浪岁月 其实我妈妈也算是流浪 她从小时候七岁开始流浪 所以她同理心她懂得去照顾别人 因为她以前也是自己在七岁左右开始流浪在外面 然后自己去捡啊找食物啊 所以她当她看到这些动物 更没有办法去拯救自己的时候 她只能靠她自己的样子去拯救她 工作超忙的罗志祥 把照顾流浪动物的责任都交给了罗妈妈 一直于回到家 连狗狗和猫都不肯打理她 让她颇为受伤 只能想方设法地讨动物们的欢心 她有时间的话 她就会去跟那些狗狗通通放出来 放出来跟他们玩 我还要穿那个动物的装 让她觉得跟我不较近 被笑称患有异装癖的小猪 是不是喜欢英语装饰人 现在为了讨好小动物又爱上动物装 看来小猪是要将异装进行到底呀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